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那美国失去的不仅仅是华为,还是中国市场,是未来的十年。 在硅谷一家科技公司工作的华人张维,入职以来第一次遭遇了三班岛。他所在的这家公司,是华为的供应商。 然而,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对其实施出口管制措施。 一下打乱了张维所在公司的生产节奏。当天晚上,该公司就成了加班重灾区。 几天来,甚至有员工36个小时不曾合眼。按照公司高层的说法,其他客户的订单都先放一放,加班加点给华为发货。 一家美国科技公司,干出了中国工厂的节奏。一度让张维觉得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但看看财务数据,就不难理解公司老板焦虑,近年来。 华为已成为公司的大客户,其订单,在公司的营收中占比很高。 作为全球第二大的智能手机生产商,华为在国内和海外,都享有较好的口碑。 其天猫旗舰店,如今拥有993万粉丝,多款手机月销售超过1万台。 在全球范围内,华为有1.3万家供应商。 去年,华为采购零部件的费用高达700亿美金。 其中,110亿美金的订单流向了美国供应商。 然而,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一纸禁令,这些美国企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禁令府一出台,美国芯片企业就经历了集体暴跌。 如今,虽然禁令推迟了90天,但市场并未因此重拾信心。 截至美国时间5月20日晚8点,高通、博通、英特尔等公司的股价, 依然以不同幅度下挫收盘,在张伟口中,自己的公司还不算最惨的。 美国一些零部件公司,整体营收中,华为订单占比高达30%-40%。 所以,禁令一出。 这些公司简直就是报复性地位华为供货过去一个半月才能走完的流程。 如今三小时就批完,负责人不睡觉,拼命签单。 甚至,在他们的欧洲研发办公室,通常被认为懒散的欧洲人都开始没日没夜地加班。 华尔街日报在美国对华为竞售,硅谷感受阵痛一文中, 披露了硅谷科技企业对中国的依存度。 其中,高通高达67%,英特尔和苹果也分别达26%和20%。 对高通来说,华为在其营收中占比达10%,是名副其实的大客户。 因此,禁令颁布当日,高通股价应声大跌近6%。 一旦失去华为这一客户,不但美国企业将失去110亿美金的订单, 还将承受其他损失,负责国际法律的日本律师柳田一红近日对媒体表示。 一旦华为的美国供应商不能按照协议交货,还将被要求支付违约赔偿。 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企业会完命加班,只求多多为华为供货。 不仅仅是失去一个大客户,更是失去了未来。 美国商务部提到,想要继续和华为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必须向政府申请相关执照。 然而,来自投行Jeffreys的通信行业分析师Edson Lee认为,政府根本不会批准这样的执照。 这几年,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在华为周边筑起一堵墙,限制其发展。 禁令仅仅是组成这堵墙的一部分。 但事实上,一旦禁令生效,不仅大量美国企业将受伤,即使是非美国企业,也无法向华为销售喊美国零部件的产品。 届时,全球范围内的芯片、半导体等行业商家,或将挨红遍野。 在知乎上,一位曾在华为工作,随后跳槽到美国企业的华人,分享了他对禁令的一些看法。 他所在的公司,现在正在给华为做一个项目。 但他认为,项目会停掉。 公司的销售额,也会降低很多。 这位华人表示,自己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 辞职并不是头脑发热,或者民族情绪的影响,而是基于对未来的研判。 他表示,虽然现阶段,公司老板财大气粗,还能扛给住。 但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美国半导体企业的销售额至少下降20%,同时导致股票大跌。 那时,财源减产将如同幽灵一般,游荡在美国上空。 毕竟,美国失去的不仅仅是华为这个大客户,还是中国市场,是未来的十年。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谢谢。